彰化這名成姓男子 三年前在台中租屋處掐死了同居 女友還把親身雙胞胎 兩名十個月大的男嬰 丟進洗衣機裡悶死 儘管成姓男子曾遭兩度判死 但案件發回台中高分院更衣室 法官卻認為 他是在有壓力下才會犯案 而且有悔悟之心改判他 誤起徒刑 台中高分院反官認為 陳姓嫌犯成長過程中 長期面對爸爸酗酒家暴 媽媽精神不穩 長大後還因身體狀況 無法工作等不可控因素 無法排解壓力才會動手犯案 在上名下有財產 願意彌補受害者家屬 所以認為他是有悔悟之心 聽到判決受害女子的養母 相當的不捨跟失望 曾拿著三名受害者的遺照 跟法官起訴 希望司法判處嫌犯死刑 被害者的阿公也哭著受訪 但最後還是等不到想要的結果 半年前留下遺憾離世 TVB的新聞成婚姻 陳志忠廖帆一 台中彰化采放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討論中彰化采放 在討論中彰化采放